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采访儿媳是如何回婆婆家探亲的 几辆豪车直接开进小乡村 儿媳大手一挥要请全村人吃饭 瞬间大厨们在空地上搭棚子 用名贵食材现场做饭给村民们 可当晚儿媳海人却因短暂失忆在村中跑丢 等贤佑找到妻子时 海人第一次在他面前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 楚楚动人的模样令贤佑心疼不已 他上前紧紧抱住海人给予安慰 顷刻间暴雨如注 来人来到大树下躲雨 海人望向贤佑湿漉漉的衣服 和英俊的侧脸害羞地低头微笑 贤佑注意到妻子不经意的笑容 沉寂多年的心开始疯狂跳动 直到回到家 贤佑还未能平复躁动的心 在海人询问吹风机在哪时 手忙脚乱地 打出老旧的垫吹风主动上前 为海人吹干头发 海人痴痴望着 近在咫尺的贤佑 许久后扭过头去 暧昧的气氛下 贤佑也有些不知所措 尴尬地询问妻子想不想吃点东西 她还不知道白天海人 被热情的婆婆和村民们 投喂了各式美食 海人抚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无意间露出了手上的伤口 贤佑看到后 亲手为她包扎伤口 小心翼翼的模样 令海人忍不住询问她 是否愿意陪自己去欧洲治疗癌症 贤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抬头看着只是她的海人 忍不住上前亲吻 可在最后一刻却起身离去 贤佑的落荒而逃 把海人气得不行 她在屋内四处夺步 发短信询问贤佑的下落 可最终却只收到一条 你先睡的回复 海人越想越气 出门找贤佑 恰好听到对方想要等她睡着后 再回去的话语 两人已经分房将近两年 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两年前 贤佑眼睁睁看着 海人把婴儿房的东西清理出去 她找对方质问 却只得到海人轻飘飘的一句 看到婴儿物品 只会让人心烦的话语 贤佑怒火中伤 命令管家把自己物品搬到婴儿房 往后她又一直住在 本属于孩子的房间 分房的第一晚 贤佑抬头看到头顶上 庸人忘记清早的星星 痛哭流涕 其实海人心灵也并不好受 在望着被搬走的婴儿床 抚摸着宝宝避抄照片时 泪水止不住滑落 整整两年过去 这两年她不再爱着对方 翘首以盼离婚的那天 可如今她乘风的心再次复苏 无法做到再对海人冷漠疏离 海人一夜未眠 等贤佑回来时 她恢复了遗忘冷酷的模样 走出家门 但在面对婆婆递来的土特产 她打开司机的手 亲自接过向婆婆道谢 眼睛的姐姐看出早上 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 感慨重生 原来爱真的会变啊 两人当初明明爱得死去活来 四年前在她第一次得知 弟弟与海人交往时 还故意约海人见面 砸出一碟钱 以至气实地嘲讽 对方家境贫寒 完全配不上自己的弟弟 不如收下钱痛快地分手 贤佑怒气冲冲地赶来护住女友 海人嘴上说着钱少林走时 手却诚实地顺走了桌上的信封 回程的路上 夫妻俩一路无话 等来到家门前 海人实在忍不住 向贤佑解释 自己昨晚一夜未眠 可不是为了等她 只是失眠而已 贤佑态度冷淡 她从未想过妻子会等自己 互相隐藏心意的两人 又斗起嘴来 海人无意间看到贤佑 淋湿了肩膀 语气软化下来 阴盛打伞来接海人 轻易地揽住她肩膀 送她回家 还故意扭头 看向呆愣当场的贤佑 原来海人母亲不忍心 殷盛一直住酒店 特意把她邀请到家中居住 殷盛等海人离开后 挑衅式地询问贤佑 自己是否会打扰她 不便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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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佑被气走 殷盛借此机会 和海人单独相处 两人闲聊间 殷盛敏锐地察觉出 海人夫妻俩似乎芬而睡 及美容院老板曾提到过 贤佑与海人一家的奇怪关系 明明贤佑看起来 很是受不了海人一家 却总是在女王集团 做出重大规划时提出建言 更为奇怪的是 爷爷每次都会采纳贤佑的建议 海人也同样如此 虽然一见面就与贤佑吵架 可事后又会听从老公的话 殷盛明白 贤佑总会在关键时刻 帮助海人一家 按来有必要把她从家中赶走 于是她故意告诉海人 自己刚才询问贤佑 是否介意自己住在家中 对方竟然毫不在意 海人伤心不已 可她并不知道 此时贤佑独自在房间 愤怒地大骂 岳母引狼入室 让觊觎自己妻子的殷盛 住进家中 只有傻乎乎的弟弟 看不透殷盛的目的 乐呵呵地与其称兄道弟 请求对方投资自己 还把母亲和爷爷迷信 一位女巫的事情河盘托出 阴盛听到此话 露出若有所思的笑容 看起来小舅子 是自己很好的助力 会议结束后 贤佑接到村民电话 对方表明 那日打猎时 有辆车正对着被破坏的护栏 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 已被她拿到 可惜那天的影像全被删除 贤佑拿着内存卡后 急忙找技术人员 恢复被删除的录像 另一边 海人与海勒其纳的团队 约定好开会 她正前往会议室 身体突然感到一阵不适 她仿佛行走在冰天雪地里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挨挨白雪 海人惊慌失措 抱住寒冷的身体 愁愁着向前 一个没站稳 跌入阴盛的怀抱 海人回过神来 被阴盛搀扶着前往会议室 正想与电梯里的贤佑相遇 看着两人姿势暧昧 贤佑上前询问 海人冷漠地离开 进入电梯后推开了阴盛的手 阴盛察觉到海人的异常 他向美容院老板打探消息 老板也是个万事通 他了解到 海人很久没有参加过家族体检 而是单独去其他医院做了检查 闻言 阴盛拜托老板调查 海人去过的医院 因为身体不适 海人来到医院 医生告知一个噩耗 海人体内的白雪球 数量低于正常者 无法提取免疫细胞 再进行改造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研究所都不能对海人进行治疗 海人能做的就是提高白雪球的数量 可海人没有太多的时间 海人受到打击 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医生追出 希望他不要放弃治疗的希望 两人的对话 被来医院的姑姑听到 海人实话实说自己的病情 并叮嘱姑姑不要告诉别人 家里只有贤又和姑姑二人知晓 她的情况 姑姑抱着海人安抚 听说自己得病时 她一定吓坏了 一句简单的话语 让海人感受到了 久违的家庭温暖 听了医生的话后 海人决定立刻动身前往德国 她没有知会贤又一生 独自前往异国 海人外表坚强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当她只身走入机场 内心还是感到一阵恐惧 姑姑放心不下海人 她拦住下班户家的贤又 贤又质问她 为何海人自己去了德国 贤又一脸茫然 姑姑带着哭腔 不满贤又身为丈夫 却让海人一人去面对 疾病与病痛作斗争 贤又给妻子打出电话 海人已经坐上飞机 关闭了手机 海人走后 贤又与老同学见面 同学说着各种好玩的地方 贤又兴趣寥寥 有一搭没一搭的复合状 盯着手机上德国的天际情况 老同学看出异常 一直想摆脱妻子的贤又 似乎在担心海人 贤又否认 老同学给她打气 只要假装很爱海人 顺利离婚拿到遗产 千万不要动真情 说是如此 而贤又心里始终闷闷的 她点开海人接受采访的视频 主持人询问海人有什么人生梦想 除了事业有成 海人最想与贤又一起旅行 来到陌生的地方散步 喝茶吃饭 聊着感兴趣的话题 这就是海人想要的普通的幸福 看到这里 贤又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她飞奔回家收拾好行李 出发去往海人的身边 海人那边到达了研究所 换上病号服 接受着一系列检查 检查结果与医生术的一致 海人的体内很难分离出 免疫细胞 需要继续观察 再尝试分离 海人内心气馁 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观察等待 失望的海人坐在机场 她临时改变主意 来到曾与贤又旅游过的景点 穿着高跟鞋走了一天 脚痛的海人坐在阶梯上休息 突然远处传来贤又的声音 贤又拎着包包来到海人面前 拿出之前为她买的平底鞋 亲自为妻子换上 贤又从秘书口中得知海人改签了机票 而海人又不在医院 思来想去 贤又想到了两人蜜月时来过的景点 那时海人很喜欢这里 文言海人发表不满 景点被称为没有烦恼和眼泪的地方 根本就是欺骗观光者 说到欺骗 贤又有话要说 海人承诺过 婚后不会让她流泪 可事实恰好相反 贤又常常哭泣 贤又希望在海人治疗的时候 自己可以陪伴在她身边 海人伸出手 她没有找到活下去的方法 只想跟贤又一起回家 听到这里 贤又再也耻不住泪水 抱住妻子 情不自已的她 主动吻伤了海人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 拜拜